各位編維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來到晚上7點8點 豬仔要推介這隻 Devil Diver 寶魯華 提到寶魯華大家都會想起 Moon Watch Lunar Pilot 登陸月球標 另外也會想起Positionless 高頻素面的機心 其實潛水款也有一隻招牌貨 就是我手上一隻 Devil Diver 魔鬼潛水員 其實Devil Diver 魔鬼潛水員的名稱由來 應該是在六點位置 寫著666 666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 魔鬼的意思 所以就叫做這隻標 給他花名叫魔鬼潛水員 Devil Diver 這個666英尺的潛水深毒 一隻全自動復古的機械潛水標 對於男士來說 普通一隻機械潛水標都很吸引 而這隻Devil Diver 會更加吸引 為什麼呢 就是在它的夜光 我們一起看看夜光有什麼特別 夜光就是 立體的一顆夜明珠 在11個黑度上都有一個立體的夜明珠 一顆顆的 很立體的 好像人家爪箱的鑽石戒指 抓住了一顆夜明珠 這個夜光加上黑度 也帶有夜光 其實12點也有夜光 12個mark 但是 就是11個mark才有夜明珠 這個因為有一個日力槍 所以它 小點了 夜光只是一點點 一起看看夜光 是不是超強的世界級夜光 很漂亮的夜光 非常之光亮 非常之光亮 為之 由於它做復古 它都做了企腳 藍寶石玻璃表面 企腳的藍寶石玻璃表面 比企腳的膠鏡 和企腳的 礦物水晶玻璃表面 價錢是不同 成本高很多 這個就做了企腳的 博身南寶 非常之光亮 還有 滲透著一種 復古味 在這兩個賣點 我已經覺得 是直媒票價 這隻手錶 在夜明珠的夜光 一粒粒凸起的夜光珠 再加上 它有 復古的企腳玻璃 還有 它這個 Bassel圈的位置 它做了一個單向式的 潛水錶圈 120K 一般潛水錶都有 但是它做了mineral gas的錶圈 這個做了礦物水晶 的玻璃錶圈 這個錶圈看上去 有陶瓷圈的感覺 再加上 這次介紹的 黑水鬼 是黑水鬼 最原汁的顏色 最原汁原味的顏色 原汁的顏色 我認為在這系列最值得收藏的 黑水鬼 紅色的秒針 再加上紅色的十字枕邊線 十字枕邊線 還有 夜明珠的外面 內影的位置 也有一條紅色的邊線 變成黑紅色 也成為標的特色 顏色 有些黑色的標盤 作紅色的點綴 好了 螺旋式鎖的標關 配合200米的防水 標關上也有 保羅華的標籤 跟一般 他的媽媽公司的精神 甚至乎精工的做法很不同 他的 不秀鋼 很亮 你看到 很光亮 這個不秀鋼 我就請教了一些 專業的 專業的打金工場的師傅 他就說 他那個金屬 運了一些不同的元素 運了一些銀的元素 所以在不秀鋼那裡拋光的時候 特別亮 你看到非常亮 很亮 然後 保羅華的標籤也放在三點位置 放在這個標籤 另外 看看他的曲線 他的流線感做得很好 非常美 而且他旁邊的九顏坑打磨 你看到很順滑 很綿密 很順滑 另外 他這個機身 做了這個流線感 令到你看到視角的錯覺 更加淺薄 這兩個曲線 收了下去 錶殼的位置 另外 這個錶也配搭了 短身的耳蓋 你看到他做了一個 實心鋼琴 比較短身一些 也是 這個Devil Diver的特色 還有這條錶帶 他做了一條豬帶 做了兩旁光身 中間做了拉絲花紋 一條實心的不秀鋼帶 唯獨有少許美中不足 在錶扣 我自己覺得 他有三個洞 兩顆微調位 也有雙倍錶扣 但是他做了薄橋 由於他的定位 是屬於一隻入門級的潛水錶 他就沒有做口橋 做了一個光身的薄橋 如果做了口橋 就更加完美 對我來說 看看錶底 錶底就是一個 螺旋式鎖的底蓋 做了一個 物底 做了一個物底 沒有做透視的底蓋 但是我們一起看看 物底的程度 感覺如何 我把膠紙織給大家看看 他做了一個螺旋式鎖的底蓋 我先重視一下 寫著了保露華 200米的防水 Safira Crystal 藍寶石玻璃錶面 Stinger Steel 不秀鋼 做了一個 拉絲花紋的底蓋 螺旋式鎖底蓋 配合了這個 配合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和 mineral gas 非常漂亮 而12點位置 保露華的標誌 都做了金屬 凸起的一個 金屬凸起的一個特紙 變得更加立體 寫著了Ocean Ogryfra Devro Diver 這隻錶是一隻機械的潛水錶 它採用了什麼機芯 Milta的八二機芯 八係機芯 這個機芯相對性都很穩定 可以說是 21,600的震頻 動力儲能去到40小時 屬於一個入門級的機芯 向上轉動 上發條 好了 有得手動上鏈和自動上鏈 這個機芯 剔起座有停秒功能 我們嘗試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的手感都很緊緻 教到六點多鐘附近的位置 半格我們教的日力槍 半格 我們向下轉動 教過日力槍 一格格跳 調完之後按進去 向上轉動 鎖上鏈 大概三圈左右就鎖上鏈 很多錶迷都對 保露華有正評 為何很多錶迷用過保露華 都覺得他性價比值很高 非常漂亮 還有他獨特設計個性 好 朱仔推介這隻 保露華的Defo Diver 666 究竟 是 多大的直徑 還有重量有多少 試試看給大家看 重量方面 是151克 151克 至於 他的直徑方面 給大家看看 直徑方面 厚度方面 是14mm 左右的厚度 而脫脫 去到 44 好了 試試戴上 豬仔14.84的手腕 究竟他的 債士是多少 帶上豬仔14.84的手腕 這隻 Defo Diver 魔鬼潛水員 666 究竟多少錢呢 有沒有雙11的優惠 11 1月11號 就是雙11 原先就是肝棍節來的 但是 經過這個 這個 疫情的 催化劑 現在就變成一個很大的購物節 所以 豬仔也跟供應商談了一個 special offer 給大家 原先有一個標謀訂了的 但是 都給了這個special offer 雙11優惠 Defo Diver 魔鬼潛水員 666 黑水鬼 2308 2308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謀 想訂這隻手錶的 大概 七至十天到火 總共有 五隻 總共有五隻 這隻白蟹基森 新裝的有停秒功能 舊裝就沒有停秒功能 有四隻新裝的 停秒功能 所以頭四個就拿到有停秒功能 應該是有停秒功能的 即是我手上的一隻 拉起了標關之後有停秒 但是多過四個標謀 就得舊裝 沒有停秒 好了 2308元 2308元 超順價 之前Defo Diver 出面大概 我剛才 看老二十四 Google 都要去到四千多元 四千多元 2308元 超級順價 雙十天優惠 有完裝盒 有 這個 這個 釣牌 有收據 做一年補用給大家 喜歡這條 的標謀 記得給個LIKE 如果你都喜歡這隻 Defo Diver 之前一直考慮的 2308元 千萬不要錯過我推介了 心動的你 立刻不動 盡快找我吧 我們下集見 拜拜 這隻夜明豬 Defo Diver 最後給你一個夜光 非常靚仔的夜光 給多一次來看一下 這隻夜明豬